他在5月10號11、12、13、14、15都有在他的公司 那他在公司和疫調的狀況 他表示在公司期間都是全程佩戴口罩 那他在家的期間 都是他太太外出購準備晚餐 所以他沒有到外面用餐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要要求所有的市民朋友外出 外出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 那我們也會來做開罰 一般輕症的這個市民朋友 請到自己家裡離境的這個診所來就醫 那我們現在我剛剛特別提到 我們已經都有擴大篩檢這樣的一個 基層醫療的一個服務 所以請大家儘量要配合 那如果各位 如果你自己看到不管是CDC公布的足跡 或各地方政府公布的這個確診個案的足跡 你在那個時間點你有去過的 請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監測 那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有任何問題 不要服用成藥 趕快打1922 1922 我們都會給予最重要的一個協助 我們在課程中